情感是他的勇 咱们现在想把他的脚皮 要是压住他的脚皮 你就不要情感的必须生化 很生气 就是一句两句 刀子 刀子以后直接下去 一句两句就要扎起 对 必须比他害得有 省 再来把他车子改一改 一会把他车子改一下 把他改的就是 一阵阶线 扎起人管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张小菲和张小伟 大家都熟知 他们同样也是凭借着 聊事春晚疯狂系列 一炮而红 今天他们还是保持着 他们疯狂的状态 为我们带来小品 疯狂小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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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哥在你蒙什么圈 哎 准备一下看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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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是小偷了吗 我得蒙面呢 这顿子是小的 就那个造型 连赛碎小孩都看出你是个偷东西的 赛 帮我换 蹲着 完蛋了 你带这个玩 有味 这谁呢 偷屋里都是 我去走了 去 看这家有人没 有人没 你咋不问人家 有没有钱呀 有没有钱哪 大哥 能不能不可一个地方打 打你 打你 过去 学着点 有人吗 我们是查水费的 开门 好嘞 大哥 这个活我行 大哥一枪 你干啥呀 破门而入火 我说啊 就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我今天对我这个皮静玩 你带啥呀 这么带安全一点 好 带个安全帽就安全了 是吧 不就你安全了 等一下 大哥 忘点分 再见 再见 大哥 平安无事 大哥 平安无事 大哥 平安无事 大哥 哎呀 什么 什么 大哥 我进来了 你怎么进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了 抓紧大伙 好 抓紧大伙 抓紧大伙 平安 还热乎人 上 工作 上 你是不是又在吃东西呀 嗯 你看看你啊 你看这晒王子 果像租出衣包上的啊 害死你没吃 有个能专业点不 能专业点不 我们是什么行业 我们是小偷 我们是有职业的 我们是有组织和聚绿的 什么叫专业 我们不是吃货 知道 自来吃人的吗 这脚什么下的 干活去 大哥 大巴手 来冰箱给他赶走 你是立东啊 我真迷惑 我今天就教你 什么叫做专业 专业 大哥 高 去 抽屉里肯定有钱 大哥 你怎么能小点事 我还不到钱吗 大哥 这钱我拿的 这是我发现的 你多少皮股点啊 泡河 你不得意大件吗 这屋里这些大件 你随便拿 搬走我就归你 这件大件 陆圆基 妞妞 妞妞 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 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 你把它交给舅舅 哦对了 还有那封信 是给舅舅留的 女儿 妈妈永远爱你 大哥 嗯 那钱 这是孩子上学的钱 对啊 我听见了 不对啊 咱要拿走了 这孩子上不了学了 你是不是真神套啊 你没听说吗 人家去很远的地方 证明人家就是出国了 现在什么人家能出国呀 那就相当有钱了 别替古人担忧了 去再找找 还有啥贵东东西吗 还有封信 嗯 嗯 大哥 白 大哥 死了 大哥 三毛啊 至于吗 我就给你想几个脚子吃你 这我死啊 我都吃好好的呀 大哥 还是把钱拿出来吧 你说什么呀 把钱拿出来吧 你疯了 把钱拿出来 你要干啥呀 你啊 哎 把钱拿出来 你看啊 把钱拿出来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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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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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拿出来 这不都拿出来了吗 把你自己的钱也拿出来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我年龄出来干啥呢 我年龄出来干啥呢 我年龄出来不是为了想钱了吗 人们能不能偷钱 你偷了半年钱 我们只能拿出我们还就为了搭钱呢 我除了那天我还能为了搭钱呢 我除了那天我问这啥呀 我顶你了嘛 我信心苦误我问了什么 我为了又为了都偷钱 投完钱只能没拿走啊 我还为了搭钱 我那天你疯了 你呀 你怎么没想过 我什么时候怎么就疯了 我什么时候就疯了 你呀 大哥 你看吧 弟弟啊 医院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癌症 我恐怕没有多长时间了 我要是走了 你就是妞妞最亲的人了 妞妞是个苦命的孩子 很小就没有了爸爸 现在有 弟弟啊 妞妞从小就很懂事 很听话 我把他交给你了 拜托了 兄弟 大哥 跟我走 去哪儿 公安局 公安局你也敢偷 从今以后都不偷了 我们去自首 自首 大哥 兄弟 走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我的天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看到这样一个笑评 这样一个笑评 确实让我们看着是又笑又哭 这也是一种含泪的微笑 我们大家很多朋友看过 零号导演的疯狂的赛设 疯狂的石头 这个疯狂指的不仅仅是 人物肢体语言和行为的夸张 最主要指剧情这种急转弯 变化过程当中 如何铺垫的合理 让人信服 我们通过相声作品里看的 牛群缝狗的小偷公司 还有我们这个江坤老师的 虎口狭想 电梯奇遇 都是这个类型作品 就是把人物呢 放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环境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出人的人性 那么刚才两位的表演呢 非常非常的到位 就是这种夸张的表演 倒是我们相信 生活当中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唯一有一点小小的缺憾呢 就是把兜里的钱拿出来 和自首这两番 跟前面的情节 跳跃有点过猛 所以好的东西是不怕打磨的 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 好 谢谢老师 两个人演的可以打一百份 而且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了欢笑 而且充分地利用了 他的这种演技 能够让大家信服 能相信了一种 戏剧上的真实 跟生活当中的真实 这是不容易的 只是在这个后边 哎呀 这个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上 才能够让这个更合理一点 是吧 我因为这个节目就可以 到时候不播了 完美一下就可以上春晚 他是应该啥样的 这两个人呢 是姐夫小舅的关系 他姐姐得癌症了 这两个人是个穷人 穷到啥程度 你就说那咱没办法 咱们出去偷点吧 要不你姐姐也没了 突然就感受到 就进这个环境了 翻出这些钱了 前面都可以 录音放出来的病的结果 跟你们一样的 哎呀 这样可能就 可能就稳定了 是吧 就说人家也在等着治病 你干这个活 就是你这个状态 完完全全 不是个职业小偷 就你这姐夫有点惊艳 小舅第一次干过 鼻上马了 姐姐没办法了 舅舅 这个姐夫还没钱 那咱们就 就鼻子吧 那可能将来会产生 一个社会问题 好像没有关注了似的 其实这就是 完完全全 你们俩想的 说就用 八千块钱 就要费 或者改别定 在借点 现在就缺钱 缺钱第一次 就除了干这事 挺紧张 一桌饺子 几天没吃饭 这俩人先吃上了 吃完就记个这个事 记完这个事 就发现钱 发现钱 这个录音 就是 就看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录音机 他家的 就 无意当中 捅不响的 不让他 在慌烂当中 把这个录音机弄响了 弄响不是有意放个录音 其实你一碰那个录音 我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里边会说啥 就大家都知道了 完了突然就 在录音出来的时候 你俩还怕 这回了人了 你怎么是 一听录音人说 妞妞 怎么这么有事 怎么人事 什么地方放一封信 还有钱 妈走得很远 你一定要听舅舅话 好好读书 怎么有时间 妈会看你的 完了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结果就把你们俩的结果 也告诉给观众 这个时候 你们不用把钱 把你们自己钱扔下 也不用啥 就给人家放好 就是咱们别偷了 咱们以后 咱也不干这行的 咱们先找找人 咱尽量能借 能借 有办法 你看有多少人 是咱们自己这个命运的 咱如果偷掉别人的钱 别人就是没有病 是一种什么的感受 这样会强一些 说得太好了 谢谢三位老师 那这样吧 接下来就还是请三位老师 来表明你们的态度 他们是待定 还是进击 杨老师 进击通过 通过 杨童老师 进击 好 全票通过 不给赵本山老师 表达的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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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